嗨,大家好,我是在韩国的栗子 那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韩国是如何过年的 然后,其实我也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给大家分享 因为今年是个不太一样的年吧 然后今年呢,首先是疫情发生了 已经是在韩国过的第二年了 去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我交了八个朋友 我做了九道菜,朋友做了一道 十道菜,做得很丰盛 大家一起吃,哦,活啊,聊啊,玩啊,通宵 但是那时候春晚没有好好看 这些本费是围观了一些 然后今年呢,因为韩国限制的政策 是固定五人以上聚会 最多只能四人 所以我邀请三个朋友 然后三个朋友一天呢 两个男生 一个女生 韩国女生一个朋友 韩国男生一个朋友 然后就一个男生这样子 你四个人就都可以一起吃饭啊 然后也特别好玩 就是中英韩三语 然后就混用聊天啥的 然后挺有趣的 啊 我们终于要吃年夜饭啦 来看一下我的朋友 在韩国现在只能四个人 在这个区在一起坐一楼 来看一下我的朋友们 安娇 安娇 我们今天要个美女 我们今天吃火锅 你啊 啊 啊 那个我啊 你好你好 哈喽 啊 没了 二个年呐 好轻啊 你就是直播嘛 新年好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突然我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啊 新年快乐 健康 不过我一直都是不到的 哦 好的 一定快乐 快乐 各位 二一年快乐 加油 快乐 不过呢 我曾经是在我的新家 就是 第一次过新年 第一次过新年嘛 所以其实我 为什么迟迟没有发这些视频 是因为我的状态 其实并不是很好 就是 初心那晚呢 就朋友 因为我们家比较远 早早的 男生的话九点多就走了 然后 就只剩下我跟 另外一个好伙伴 好姐妹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春晚 你知道吗 真的 其实在海外的话 嗯 最大的年 年味 就真的是看春晚啊 就 真的是春晚的 那个熟悉的 那个声音啊 音乐啊 想起来的时候 就特别 特别 触动 然后呢 但是呢 其实我们呢 在海外的华人 就是人 时间 空间 其实并不是在一起的 我就会想起来 以前 就是在家里 过年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其实我 这几天也还没有 给很多 亲人 或是亲戚 半年 打招呼视频 因为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在海外 华人的话 有些时候 嗯 虽然说很想 想年轻人 但是跟亲人通话 或者是 视频的时候 听到他们 熟悉的声音 看到他们 可以幸福的 在一起 然后 对比之下 就会觉得 自己特别 心丹已知 这个时候 就会 就会 真的会觉得 更加 啊 凄凉 在海外过年的那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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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没能享福吧 然后 嗯 我现在终于 就是有自己的 新家 然后新房子 其实 如果 就是父亲健在的话 也可以来享福 可以一起住在 住到这个新家里面 一起 吃饭呀 什么的 然后就是 嗯 就是因为 想到 父亲的 嗯 就亲人 不在身边 就是出于 一种 嗯 很悲伤的氛围里面吧 然后 一直持续到 初一初二 初一的时候也是 在家的话 就是 就是这种 忍不住哭的状态 你知道吗 因为想起曾经 虽然说 是在 嗯 小小的贵州 小山村过年 但是是 一种非常 幸福的状态 嗯 结果那些呢 都只是 记忆当中 美好的 关于 春节的记忆了 啊 所以 嗯 其实 以后有机会 如果不是疫情 我要是能回家过年 也会尽量就是 回家过年的 跟其他的 亲人在一起 这样吧 嗯 啊 我觉得真的 我想可能有很多 在海外 过年的华人 都跟我有 有类似的心情吧 然后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在 我就说嘛 我就这就是我在一直纠结 说要不要分享 的原因了 嗯 不过最后呢 还是要给大家 拜一个 迟到的年 最后还是换了 我们中国风的服装 来给大家 拜个年 嗯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万事 日月 日月 然后呢 新鲜事成 还有全家幸福 以及明年 如今 冲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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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每个看到视频的 不要 呃 收获我的祝福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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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